大家好,歡迎收看NITIA,我是Anita 大家平時有沒有用LM的習慣呢? 你用哪一隻LM? 平時會用來做什麼? 他給的答案你又滿不滿意? 但原來得不到理想的答案 除了關過LM的效能史之外 好大原因是Prompting出事 很多人會覺得Prompting是用Human Language 去跟LM溝通,沒有技巧可言 只要懂英文,甚至現在可以用中文去做Prompting 就已經可以 但其實有很多人平時說話都很有問題 只是自己不覺得 所以今天我會講五個Prompting技巧 這五個技巧不單可以應用在LM的Prompting上面 掌握得好,還能夠提升你跟人溝通的技巧 甚至提高工作效率 不要錯過了 不知道你有沒有遇過 你幫我打給誰? 告訴他吧 告訴他那個什麼 搞定了 這個例子可能誇張了些 但有很多人 的確Prompting是沒有細節的 例如是 我想要個句無霸餐 請問你要薯條還是粟米? 粟米 請問你要喝些什麼? 可樂 但如果你的東西是跟LM講的 除非是Prompting了他,要他問 如果不是,他就只會猜你要薯條還是粟米 和想喝些什麼 所以你的第一句應該要改成 我要個句無霸餐 粟米 飲可樂 同樣道理 如果你要個LM幫你出一篇Post 如果你給他的資料不夠細節 他就會嘗試幫你弄作 但實際操作上 他不是你媽媽或秘書 所以他不會猜中 記住 我們在問問題或給指示的時候 要盡量給多些細節 但又不要長篇大論 說廢話 因為人和LM一樣 當你說的東西太長篇大論 就容易錯過重點 所以要精準 這個技巧其實不簡單 是要練習的 好,知道 那…你想怎樣 片中的女士 只是大聲作出了一個指控 但是 其實她到底想怎樣 她想要什麼 她是沒有說過的 由於我不是她 所以只能夠選擇她真正的Prom是 你的Gap壞了 換一個給我 又或者是 你的Gap壞了 給我下手 換在職場 我經常都聽到的就是 你的App有筆 呃… OK Noted Thanks 有時還會聽到Junior說 我這樣寫這曲不可以 嗯… 那…你想怎樣 不如試試改成 我這樣寫這曲不可以 我到底做菜有什麼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個是很經典的儀式壞習慣 由於你媽媽 是你隔起尾 就已經會知道你想怎樣 所以很多人習慣了 有事的時候 就是這樣 叫救命 Assume 了別人個個 都好像你媽媽 那樣了解你要什麼 所以 我們要習慣 將自己的需求說出來 而不是叫救命 另一個例子 一位上司跟他下屬說 幫我找上年每個月的支出的brickdown 出來 那他下屬就找了出來 還好有心機地進入了Excel 還有bar chart 但怎知道原來上司 是想用raw data來進入system 我怎知道呢 你都沒說 同樣地 你可以跟LM 說 你要的答案是什麼format 可以是table,json 甚至你給例子他跟都還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告訴他 他就只好自己猜 還好有可能每次都給你不同的東西 第三點 給人切給LM 再給他一些guide line 讓他跟著做 例如 You are a professional health coach You help your clients to come up with the health plan You should Ask the clients for the information Including age, gender, weight, height, activity level And any dietary restrictions or medical conditions Use the provided client information To estimate the daily caloric requirements Based on the basal metabolic rate and activity level Provide a detailed meal plan for the day Including breakfast, lunch, dinner and snacks Ask about the client's exercise preference Available time and fitness level Provide a daily exercise routine That aligns with the health goals Incorporating warm-up and stretching exercises Cardial activities Strength training or resistant exercises Cooldown and relaxation techniques 跟請個新人入公司一樣 你要講清楚你對他的Expectation 他是什麼身份 職位 他的工作範圍是什麼 再給他 guidelines 讓他知道自己 應該怎樣完成自己的工作 不要做漏事 如果你沒有講清楚 結果可以是他走去做些 你不期望他做的事 又或者他認為自己完成了 你給他做的事 但又不知道自己做的事 根本不是你想要的事 所以 一開始就要講清楚 不要有什麼誤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LM都答得有門有路 但玩玩一下 他好像不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 原因是 他每次回答你的問題 除了要看你那一刻的問題之外 還會看你之前說過的東西 以前 LM的Context length不會很長 出來的效果就會好像 他講一下 忘記了一開始說過的東西 但到了現在 LM變成在鬥Context length長 所以他每次要看的 Conversation history就會很長 跟人一樣 如果你要一個人 每次都看完你一大篇文章 之後再回答你的問題 他會很容易錯重點 我們會稱之為 Lost attention 通常會有兩個結果 一是一開始的東西記得住 到月後的東西 就沒有心力 無法處理 即是Attention在開頭上 又或者是讀到後面 就開始對開頭的東西 印象模糊 即是Attention落在後面 想避免這個情況 可以在你開一個新話題的時候 按個Clear Context 或者開一個新Chart 可以避免你的LM 將你的不同話題撈亂 如果你真的還在說同樣的話題 而發現LM開始露人痴呆 可以嘗試幫一幫他 跟他總結一下剛才說過的東西 然後把總結放在一個新的Chart裡開始說 人都一樣 如果同時間處理太多問題 會出現混亂 最好是在開始一個新話題的時候 放一個Break 讓腦子有機會把記憶分類 那就試本功倍吧 最後一個我想分享的技巧 就是叫LM一人分析兩個 甚至是幾個角色 例如首先是叫他用醫生的身份 去給個答案 之後再叫他用律師的身份 去分析一下這個答案 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做法 還可以延伸成為 用幾個不同的LM 去完善答案 例如是 叫GPT給第一個答案 之後把答案給Claude去做分析 最後再叫Germini去Comment 甚至可以直接叫他自己再Review一次答案 都會有機會得出一個更好的答案 這方面我真的要讚嘆一下EVA 二十幾年前的動畫 已經有這個概念的存在 Margie是Nerf的超級電腦 大部分決策都會交給Margie去決定 而Margie有三個系統 分別代表著開發者赤木直子的三個身份 包括科學家、母親和女人 而Margie的決定 會由這三個系統投票去做決定 就好像最後決定要不要炸了Nerf總部的時候 作為母親是絕對支持女兒的決定 但作為科學家和女人 就投了反對票 站在定司令這個渣男那邊 到出了GPT 人們發現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去完善LM給的答案的時候 我就馬上回想起EVA的這個Margie 果然是神級 Promting 不同coding 沒有標準答案 也不可能每一次LM給的答案都一模一樣 就跟人一樣 沒有一個標準去說怎樣說話才是最好 還要看你跟誰說 以及說什麼內容 我的做法也不一定是最好 不過如果不能放開以前Coding那套想法 在做Promting的時候會很辛苦 如果你只是用LM來處理一些簡單的事情 未必會覺得 但如果你要做一些複雜的事情 例如是Lang Train 那你就會發現需要的技巧會多一點 不過只要肯學習 多做嘗試 其實也不是真的那麼難 好啦今天就是這麼多 記得Like、Comment、Subscribe 那我們下次見啦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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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